6月4號非比尋常的一天 今天是史上卡斯最強大的Computex 在台北登場了 黃仁勳仍然是最受矚目的焦點 大家今天都在討論 哇 他開金口宣布 要加碼投資台灣 要在台灣設立首座 非常大型的設計中心 還預計招聘 簽名的工程師大隊 我們就問 先前那兩座研發中心之外的 第三筆投資嗎 會落腳在哪一個縣市呢 我們來看 高雄高科技S狼帶 爭取的力道最大 從陸竹橋頭男子 一路往南道林園 這個超級S 如何翻轉高雄 從石化 從傳產 變成不可思議的軟體新樂園 是 訓一下我們整個禮拜 都是陷入在黃仁勳 AI浪潮裡面 他真的是點時成績 他現在進到我們Computex展區 哇塞跟個超級巨星一樣 被滿滿滿滿滿的包圍 每個人都看到他 都像看到柴神一樣 趕快拿一張沾沾他的喜氣跟柴氣 那現在今天有一個 更令人家覺得說 哇這個歷史性的畫面 什麼畫面呢 我們的AI教父黃仁勳 竟然同框誰啊 台灣最新出爐的首部 林百里 兩個人 你想說奇怪他們兩個人在幹什麼呢 怎麼會拿一個桌球派呢 不要小看這個桌球派喔 這可是林百里特別準備的 檜木桌球派來送給黃仁勳 他說呢希望我們兩個人的友誼啊 就像這個檜木桌球派一樣 非常的牢固 而且呢永永遠遠這樣 然後人家就想說 那為什麼桌球派呢 原來喔黃仁勳喔 他在念書的時候 他曾經參加過全美青少年盃的 這個桌球巡迴賽 所以他看到之後馬上來揮了一下 這個送禮送到新坎裡 你就知道真的這個 AI教父同框台灣首部的畫面 多麼的珍貴 更重磅的是黃仁勳 黃仁勳開金口 他說要在台灣招募千名的工程師 大軍大部隊成立一個 他口中的這一個設計中心 研發中心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是 君相我們都知道 世上黃仁勳大概從2020年開始 一旦落腳要把他整個物流中心 留在台灣之後 他投資台灣的行動 可以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斷地加碼再加碼 現在自從他之前宣布了300多億之後 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他說未來五年之後 之內有達那個那個輝達會在台灣 設立一個大型的設計中心 那我們知道事實上第一座的大型的設計中心 已經在內湖這邊 而且呢其實今年就已經開始正式啟用 那外面也在傳言喔 尤其今天紅海也證實第二座的一個設計的大型中心 落腳在高雄的軟體園區 而且是跟紅海攜手的 所以大家今天聽到黃仁勳這樣講 這代表著是第三座的一個大型設計中心嗎 他說歡迎大家來推薦地點喔 所以我跟你講現在跟選秀一樣 台北高雄雖然我們已經有一座 那這種哪有在嫌多的 所以馬上台南跟台中說 我們選貨選貨選貨 所以現在一大片所有的各縣市政府都動起來 幹嘛要把這個財神爺 贏到自己的縣市來落腳 蓋這個所謂的大型的設計中心 黃仁勳在他的Present的後面那個背板 有沒有報名牌有沒有 16所的公司立大學 還有幾十家的這個供應鏈 被他點到的股價都飛噴了 好 現在又來報名牌 到底口中的這個千人大部隊的設計中心落腳何處 你剛剛提到了 對 紅海在高雄 紅海跟NVIDIA 高雄就非常迅猛囉 是 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紅海為什麼最近股價 尤其是今年以來股價真的是跟 突飛猛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他已經獨家吃到了 就是 輝達的這個NB200的這個訂單 這個訂單嚇死人了 他預計了2025年要出大概 4萬組機架台的這個AI4伏記 光這筆訂單 有人說就光幫紅海 貢獻了大概兩兆營收 兩兆營收耶 所以你就知道強強聯手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大家就說 這兩強這AI的龍頭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紅海 兩個聯手情況之下 高雄整個已經快要變成本來是重工業的一個重鎮 什麼鋼鐵廠石化廠 這個我們都很熟悉 從2014年之後一步一步一步 蛻變 現在已經變成是軟體的一個新樂園 我跟你講幾個數字會說話 第一個 光是5月份 釋出的一個工作的科技業的就職機會 就叫10年前增加了60% 甚至已經超越過台南 光是這三年的職業都已經突破萬 第二個是2019年 在這個軟體科學園區裡面的企業大概245家 平均的資本額大概是2000萬 就小於2000萬左右 現在整個長大人 現在已經變成2023年進駐就有280家 平均的資本額擴增到了5200萬元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 本來就是一些新創公司 經過這幾年之後 越來成長的越好 你就知道高雄現在 真的已經從過去的一個工業的重鎮 變成是軟體的新鋸鎮 然後你看 你看那個位置非常好 你光從一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岡山 岡山以前我們都講說 它是螺絲的一個生產的重鎮 人家現在沒有在生產螺絲 人家變成怎樣 人家前面北方有個陸竹科學園區 南方又有一個橋頭科學園區 所以這橋科 然後北科兩個加起來 關Ruber 你現在只看到 掐頭去尾 切三塊的一小塊 你知道這個地方是南科 南科拉下來 陸竹岡山橋頭 最後到了林園 這個超級的S型 你剛剛提到了 它翻轉了高雄 從過去的傳產的 石化的 變成軟體新樂園了 其實幾年前 我有去過高雄 我對那個美術館那邊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朋友他爸爸 事實上他們也就是以前 把那個偷貼賣掉 然後去買美術館 我如果沒記住的話 以前一瓶好像才三十幾萬 四十幾萬 現在天啊 據說60萬都還買不到 所以現在就是整個高雄 他們現在的房地產 真的也是開始非常蓬勃發展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它不是廠 它是居住 因為工作機會來了 所以當然大家這些 麥克麥克就是口袋很滿 所以買了這些豪宅也越來越多 好創下 到底AI浪潮之中 它可以改變人類生活到什麼樣子 黃仁勳用一個讓我去極為傳承的形容 或有一個孫生數位的你的雙胞胎 除此之外 它能改變生活到什麼樣的境地 數位孫生 黃仁勳在這次台大演講的時候 講出了一個讓你覺得非常訝異的名詞 什麼叫數位孫生 就是我們真實世界 我看到什麼 我摸到什麼 在虛領世界裡面即時 就產生同樣的一個虛領的平行宇宙 AI可以有兩個黃創下 一個在我面前 一個在數位的世界裡 如果你看到我這個樣子 馬上在電腦裡面就有一個黃創下 是同樣這樣子 1991年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完全鏡像的一個概念 所以黃仁勳才會告訴你 下一波什麼叫實體AI 那麼多機器人對不對 那那麼多機器人 他眼睛可以看到黃仁勳的動作 他可以看到黃仁勳的狀況 然後他們在他們整個腦袋裡面 數位電腦裡面就產生了一個 數位的完全的軟身的黃仁勳對不對 但是黃仁勳覺得還缺一個東西 他的沒辦法即時 REOTATE的感受到黃仁勳的語言 如果黃仁勳在講什麼 他們立刻感受到 立刻INCASH下來認知出來 那個東西的話 以後我們在家裡裡面 黃仁勳背後那麼多的機器人 真的就可以在家裡面 跟你當朋友一樣 你可以告訴他說幫我倒杯咖啡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他到時候 你不需要任何的編碼 直接就可以在你生活裡面成為你的最好的朋友 毛毛的 我不需要編碼 我不要訓練他 他第一時間聽得懂我的話 他會自主判斷 做出反應 而這個反應 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互動 問題是 他是會思考的機器人 這一次在Computex之前 黃仁勳那一場 非常震撼人氣的演說 他告訴全世界 台灣即將在不久的未來 產製出自己的AI機器人 這是多重磅的消息 所以這比例 他提到裡面 就像廣民的達明機器人 達明機器人 其實就是裡面有一個核心的觀念 因為我們過去的時候 做機器人 做Robot 做了從自動控制到現在40年 我們都要編碼 他現在透過導入AI的 這樣一個機器人之後 編碼時程已經減少了70% 然後整個循環的時間 Tileg的時間 減少了20% 當然還是需要有工程師在幕後 但是如果繼續廣泛運用 繼續他的認知能力 真的就變成數位軟生的時候 是不是就更強大了 所以他為什麼在那天提了一件事情 他跟鴻海在合作 就是因為鴻海有200萬個模組 所以工程師那些工匠的精神 如果都導入進去 那就很厲害了 接下來就是認知能力 那認知能力是什麼 我們過去的時候可以撿東西 但是一個袋子過去了 一個輸送袋 我有500種垃圾 那我要在茫茫的垃圾裡面 挑出一個真正我想要挑的 我要能判斷 那我們現在垃圾分類 可能還是需要一些辛苦的工人 在那邊看這個是塑膠 那是人腦 那是人腦 但是你可以看到沒有 已經做到了 這個認知態變色 因為它已經不是我固定寫好編碼 就在這個坐標這個定點我拿 我會看到我要剪的是塑膠 我要剪的是玻璃 你要知道我下面那個輸送袋 有多快就過去 它在這麼毫秒之間做出判斷 完成行動 那就是認知的GPU能力越來越強 算力越來越快 這當然需要台積電的晶片 然後另外一個你會看到的就是 現在還有那個自動車對不對 那個機器人 你要看到上面那個200G的戰術機器人 它厲害在哪裡 它過去的時候用履帶走對不對 可是它像有腳一樣 它走一走碰到有困局的時候 它是可以直接伸出來 然後還有這個你會看到 機器人加油 你要具象你叫加油的男在哪裡 你加油真的停過去之後 可是每台車子的高度不一樣 對啊 車型車款不同 車款不一樣 左邊右邊 我就算跟你開同樣的車 但是我懶啊 我的胎壓不足 我的那個整個加油孔 會不會比你的低一點 這個它也能判斷嗎 它就能夠認知判斷 直接的做出real type的反應 然後認知 所以這個叫做數位軟生 我知道我要調低一點 我知道我要調高一點 新一代的機械狗也是如此 所以這個叫做新的數位軟生 就是AI加上 整個台積片越來越省電 越來越運算能力的快速 可是呢 這裡面呢 AI也給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呢 有個機器人呢 那人家記者就問他說 欸 機器人才很高興啊 那你的樂趣是什麼 我以嘲笑人類為主 哇 他居然講出這種話 對 而且他可以聽懂五種語言 是 你用 不管用那五種語言去問他 他就說我以嘲笑人類為主 可是具象你要看到他旁邊的電腦 其實他基本上 因為那邊有打字幕 所以他還是用編碼的能力 但是剛剛講的 如果說這種整個AI的技術 認知能力越來越強 他確實是嘲笑人類 因為我們當年的時候 是希望機器人幫我們解決 我們不需要動勞力的工作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所有力氣 去做創意 去做創新 對 那現在呢 AI告訴你說我正在嘲笑你們 勞力的工作 你們做不了了 以後有創意的工作 創新的工作 也是我來了 那真的人類被嘲笑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 Computex先起的AI應用 不只是天上飛 路上跑水底游的 不管是NVIDIA到超圍 都繞不過一家公司 叫台積電 惠正告訴我們 為什麼開場 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飛比尋常 那邊叫Computex 這邊台積電 新時代全面揭開序幕了 是 台積電今天試在輪替 所謂的試在輪替就是 劉德英是他最後一次主持 以董事長身份主持 今天的股東會 那接下來就是會有魏哲家 魏哲家的時代來臨 那在這一次的股東會上 事實上很多人都關心 台積電未來的發展 現在就有人問了劉德英說 哎呀 華為會不會再短短幾年 這日追上啊 結果劉德英他比較保守 他說這個事情是不太可能發生 結果你知道我們的魏哲家 我們的魏哲家其實蠻有魄力 而且他其實 就人家會覺得他自己也覺得說 他比較欣賞的是 路頂級裡面的韋小寶 韋小寶很靈活 很有肩膀 有時候說話比較臭皮 所以這魏哲家就很有趣 人家就問他嘛 就說有沒有可能 這個三星跟英特爾 尤其是英特爾進行格 都已經也就搶單搶到台灣來了 有沒有可能在近期的幾年之內 他們想會跟台灣 這個台積電這邊一較高下 甚至要追上台積電 人家這個魏哲家的霸氣 魏哲家說什麼 門都沒有 你找沒路啦 你別說找沒路 你門都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展現出來的 新掌門人的氣魄就在這裡 那其實魏哲家呢 事實上是由 張中文清典 可以從1998年進到台積電之後 你看到現在都二三十年的一個磨煉 我跟你講用磨煉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事實上魏哲家在之前呢 他是在新加坡的一個特舉半導體公司 他那時候已經是資深副總了 結果他來到了這個台積電之後 他也是掛一個 就想說也是個資深副總 那管成熟資產 在事實上就是管 這個八寸長啊 就是那種比較其實沒有 技術沒有很新的 然後呢但是他管的人不少 他管的人大概有一兩萬人 一一點二萬人 結果後來那個張中文一開始要磨煉他 他就說 嗯你不能再管那一種 我把你調去個業務部 這個業務部要幹嘛 就是要伺候客戶 你要跟伺候客戶拔暖 客戶所有提出的要求 你都要滿足他 然後你要搶到單 哎沒有想到他從那個部門 一兩萬的部門 調到管只有不到70人 哎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好像是被你這樣冰起來 也不會送 像那個梁夢宋就這樣就冰的就走 他沒有他很開心 他覺得說那沒關係啊 那剛好我也可以 結果沒想到那個工作的最痛苦的是什麼 原來要每天跟張中文碰面 所以呢他說哎就這樣一個 被張中文的手把手的帶帶帶 帶出來現在接掌的台積電 這也是人家會認為說 為什麼他可以接下 如此龐大帶領台積電進入 AI浪潮最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常常說他自己是 南投第三的 第三的這個 他用他的方式去跟張中文相處 講過一個故事啊 張中文是痛罵他 他說報告 你可以懷疑我不夠聰明 你不能懷疑我對台積電的忠心耿耿 他就是用他獨特的方式 我就問 這個滿頭白髮極為靈活的魏哲家 接下來怎麼帶領台積電 還能繼續高速衝刺 如同他們的晶片嗎 是我跟你講啊 這個魏哲家其實大家在講 他多靈活你知道嗎 他比如說他去跟學生演講 然後他就全部都宅男嘛 他就講了一句說 你們來台積電比較好找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那一種 展現完全不同的幽默嘛 然後再來這個日經亞洲 就人家講到說 魏哲家現在台積電是遙遙領先 可是他有三大的 整個台積電未來的一個三大挑戰 第一大挑戰其實是不超自在台積電 也就是地緣政治的一個風險啊 中國台灣跟 大人打架他沒有辦法 對這個部分是 確實比較沒有辦法控制 那第二個部分呢 事實上他認為 就是說過去台積電在 2018年的時候呢 他整個資本支出也才多少呢 也才那個100億美金左右 今年2023年 一年的資本支出高達300多億耶 一兆耶 管的人以前大概只有4.8萬 現在管的人7.6萬 而且管的人是日本人 美國人到處都有了 所以你就知道當你的那個 越來越複雜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 這個管的 這個部分喔 企業文化能不能磨合 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那第三個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媒體跟他講 現在整個產業已經進入到 譬如說三奈米兩奈米 摩爾地率已經 嚇得緊繃了啦 所以你現在技術上 你要怎麼樣透過一個突破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去專研 很重要的一個技術突破 像最新的什麼 就COAS 所謂的先進封裝 先進封裝這邊也就是成功的 讓他的一個產能 這個所謂的效能增加 耗電或者是成本降低的情況之下 才能完全符合 現在NVIDIA的AI時代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案例是什麼 就是7奈米 其實那時候呢 在2018年的時候 18年以前喔 有一段時間 就Intel跟那個台積電 他們在10奈米的製程的時候 其實Intel表現還比他好 但那時候在魏哲家 那個劉德英就 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決定 我們10奈米現在沒有很穩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另外一組人撥出去 全力去衝刺7奈米 彎道超車我先去搶7奈米 對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這個10奈米都沒站穩 這樣有可能嗎 就沒有想到他當時 那麼大膽的決定 結果在2018年5月的時候 才經營了7奈米不僅產出 而且良率提高 而且非常穩 也就是這樣成功的意義 打敗了Intel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發真相 喜歡嗎 非常好 謝謝 感谢观看